69集肯定是为了出雷鸟人的 雷鸟人的飞行 弱点雷击三个七分天分技能都定调 吸血鬼的夜战鬼魂天赋技能都定调 检查元宵 元宵已经吃过啊水晶高已经吃过真晶不让吃元宵真晶高水晶高都吃了 最极限的连腰没法再高端啊 咱们对这雷鸟人的话13加上三个天赋技能16 16再加11最理论极限技能27 除以一个正常的消耗0.65啊雷鸟人出17技能的几率也非常的高 吸血鬼啊和雷鸟人都是三个天赋技能再核对技能 合纵不冲突永恒不冲突水攻不冲突吸收不冲突 吸收不冲突法抗不冲突强力不冲突反击高反敌反不冲突 盾气不冲突明思不冲突啊高提再生不冲突 法波不冲突驱轨不冲突直接冲刺 红色长将不 主手69级要的雷鸟人是宝宝 我们看成就 13技能的成就已经出过了 成就系统已经全部完成啊成就系统已经全部完成 刚才那个雷鸟人是从我们练羊获得的啊 成长1.243啊技能直接拉开了是个10技能的啊 13技能的没了11技能的没了啊 10技能的也没了但是成长很高哟 成长还挺高的哟啊 成长还可以啊成长还行啊 成长一技能的 blessed啊 成长还可以啊 成长一技能的美人 成长小功产免